有效的方法 有兩個動作不要做 一個動作建議大家 打CQB的時候 或者Outdoor也有用 更加有效是善用你的手槍 怎樣去橫行遊戲的時候 增加勝算 很多時候我們剛新手 就不知道怎樣用 我假設用是玻璃口 這東西面對有可能有一個敵人 我們在1-1遊戲的角度 很多時候我們會拍牆 槍彈、BB彈 我們很多時候看電影都會這樣 我以左手為例 因為在拍牆 我們會這樣 或者是這樣 或者是手這樣 去上 這個動作 我假設做一次 如果我這樣 這個動作很多時候 看電影都會見 但是我們會發現 我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敵人 如果有敵人的時候 沒有敵人沒有敵人 因為有敵人 就是敵人 第一時間 快到你一秒開槍 對手拿破1-1 你都已經輸了 第二 人家有可能按推你的槍 這個動作超級不會做 第二動作 就是這樣 向下的 向下 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會發現到這個動作 是嗎 這樣 其實一樣是 人家會按回你 第二 你已經慢了 不知道0.幾秒也好 一秒也好 你害怕超快也好 你也是慢了 正確 我們應該要怎樣使用 應該是 不是向上 不是向下 應該是很中隔 尤其是在一個室內環境 我們沒有一個活動空間很窄的時候 首先 好像我之前的教學一樣 把槍隊翻到腰空中間 這樣緊張住 最好就是把槍隊的距離 一般我們受傷不太重 我們不要太接 要慢慢向下 就已經可以開 就算你不推出去 你這個距離 都已經可以 已經可以開除 你已經不先發制人 OK 那就無敗了多餘 除非你的隊友在你前面 這個例外 這個下一次再教 基本上你自己單人就不要這樣做 也都不要這樣做 正確動作就是這樣 去除 我走出來做一個示範 右手就是這樣 這樣傳授 或者如果你拿著電筒 又要手 之後我會再教 這樣推出去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教學 和大家見面 希望幫到大家師兄 喜歡這條片 訂閱我的頻道 按鈕鈕 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各位 拜拜